預算 預算 對自己來講 你自己有多少錢 對不對 那個很清楚 對不對 我今天緊繃緊繃 就150萬了 你自己心裡有數 那可是呢 設計師不見得一開始知道 有的設計師呢 他根本不問你預算 他直接就 幫你先設計 因為他可能跟你講清楚了 我收設計費 然後工程款 那工程的部分 你要叫我包我也包 你不要我包 你就找別人包也可以 但是呢我設計費就是一定要收你設計費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呢他可能是 先暫時不問你的預算 他就先大概的先做 然後呢 先把平面規劃出來以後 先把平面規劃出來以後 然後呢你覺得喜歡 你覺得喜歡 真正有簽約了 他才來開始去細算 真正的預算的部分 也不見得是他算 因為你真像一般的平面圖畫好了以後 像我們剛剛 我們剛剛我們先給同學來講一下 我們剛剛呢有請同學抓的這個圖檔嘛對不對 他一開始去你家帳糧對不對 這邊收不收錢 有的大牌設計師收錢 對不對 小牌設計師不收錢 木工師傅基本上不收錢 就是免費道府帳糧 大牌的要喔 你在看電視的那一種 那個什麼幸福空間的那種 有上電視的 你放心那個一定要的啦 他甚至 有的網站就寫得很清楚啊 兩百萬以下不要找我啊 他說僅承接兩百萬以上的案子啊 兩百萬以下不要找我啊 對不對我沒有空啊 對不對 好 就講得很清楚啊 所以說有些大牌的設計師就是一定會收錢 絕大部分小牌的呢 都服務 都不收錢 好 到人家去丈量 對不對 丈量完之後呢 開始幫你做一些基礎的簡單的設計 然後呢 開始幫你去做一些空間的規劃 對不對 好 到這個地方有沒有收錢 也還是沒有收錢 對不對 也還是沒有收錢 目前為止是做白工 好 如果他同時找了兩三個設計師在比的話呢 好 那你的規劃他不滿意 好 等等之類的 那或許你就做不到後面的東西了 好 就直接就出局了 對不對 好 那一般來講 坐到這邊 坐到這邊之後呢 開始會有一些 立面的解釋 就解釋而已喔 好 然後如果設計師 把你說動了 好 然後呢 你覺得你喜歡他的設計 好 從這邊開始 可能開始就開始簽設計約 你給我參考的一些圖片 好 你給我看一些你之前的一些作品 好 將來呢 好 是什麼樣子 我很喜歡 好 從這邊開始設計 簽設計約 簽完設計約之後 他才有開始幫你去做一些比較細部的水墊啊 好 天花板圖啊 好 等等之類的 甚至呢 開始才有一些立面圖出來 對不對 各個天花板櫃子啊 等等等等 要怎麼做 開始幫你做了一大堆的圖面 對不對 那有了這些圖面之後 他才能夠去找師傅來幫他報價 好 我今天要做幾個插座 好 要有幾個開關 水墊要不要移位 好 我今天的櫃子要做多少 我的木工 我的木座要做多少 我的系統櫃要做多少 這時候才會有一個完整的概念出來 然後呢 設計師說實在的啦 他也沒有辦法自己報價給你啦 因為他是請人家做的 他給你報500 結果別人報800怎麼辦 他一定是根據師傅報多少給他 然後呢 他再加一點報給你 或是他不加 他直接報給你 好 都有可能 所以說呢 到簽完約之後 其實才有真正詳細的報價 這是在設計師的部分 那統包的部分呢 可能就是我老闆我現場看見的 我就抓一個大概的數目 然後呢 我寫一寫寫一寫之後 我報給你 那你如果不要 那或許你覺得太貴 你不找我 那或許這個案子就沒有了 所以說統包的話呢 可能是他在還沒有簽約以前 我就先報價給你 那設計師呢 是簽完約之後 因為我有一個設計約了 然後呢 我把報價單報給你 那個是一個真實的報價 當我報給你之後 你覺得不滿意 你覺得太貴了 你要把這份設計圖拿走 請人家做也可以 或者是跟設計師討論說 我今天呢 哪些東西不要做 能不能省一點錢 省一點錢下來 對不對 我櫃子不要做那麼多 我燈不要裝那麼多 我可能可以省個 一二十萬 二三十萬下來 然後呢 到達你要的預算 好等等之類的 好 這個呢 也是看你怎麼跟設計師講 或者是你一開始就跟設計師說 好 我只有一百二十萬 你幫我想辦法 對不對 這樣子也可以 也可以 好 好 那你在自己在規劃預算的時候呢 好 你要搞清楚 有的時候要不要粉刷啦 粉刷 你粉刷之前要不要劈圖啊 對不對 你有很多的釘子在上面啊 你有很多的釘孔在上面啊 你是不是要先劈圖 先把這個漆面 先把這個 我們的牆面弄平啊 好等等之類的 好 你的屋況好 或許就不用做 屋況不好 可能你要花的錢 就比較多一點 好 這是以裝修內容去抓預算 對不對 好 有沒有一些管路要不要移位啊 廚餘要不要更新啊 好等等之類的 再來呢 還有什麼 屋況抓預算 屋況抓預算的話呢 就是什麼 這邊用的是 用價格 用這個 屋況 你是新陳屋 或者是預售屋 那都是新的 好 你就不需要花那麼多錢 如果你是老房子 你的地板 線路 水管 可能都要換 那你可能每一瓶 就要抓五萬到十萬 等等之類的 好 這個是依屋況而定 好 會有一個大概的數字啦 好 再來呢 空間 浴室多少錢 廚房多少錢 臥室多少錢 好等等之類的 這是用空間抓預算 或者是有的人用房價抓預算 我今天呢 1000萬的房子 我抓15%來裝潢 抓150萬 對不對 你應該不可能買一個 300萬的房子 然後花500萬裝潢 對不對 應該比較少啦 應該比較少 通常都是抓房價的幾% 因為有的時候你在買 預售屋的時候 可能你希望什麼 多加個15% 能夠多貸款 多貸15%出來給我裝修嗎 不然的話 我儲備下去 我沒有錢買家具啊 對不對 或許會有這種情形 所以說 有的人呢 仲介呢 或者是呢 這個代銷呢 可能會想辦法 幫你多貸10%出來 好 讓你有一筆裝修的預算 等等之類的 這個也有 這個也有 好 再來 好 預算分配 基礎工程 固定裝修 家具家電 哪些是一定要做的 哪些是一定要做的 這個要搞清楚 好 一些比較多餘的 或者是沒有那麼急 急迫的 那或許晚一點做 水路 水電 那個很重要 漏水一定要修 壁癌一定要處理 對不對 那個要先做 好 你說呢 要不要鋪地毯 這個晚一點鋪沒關係 我要不要鋪個什麼 這個石木的地板 這個晚點鋪 沒關係 瓷磚現在還好好的 用瓷磚也可以 對不對 這就是看 你本身的這個 輕重的順序啦 哪些比較重要 就先做哪邊 漏水一定要弄 壁癌一定要弄 對不對 水電管路這一定要弄 這個一定要先做 好 這個要搞清楚 你這個 這個預算的分配 要搞清楚 好 再來呢 發包的時候呢 找出自己適合的工班 容易溝通 接受新的施工方式 報價要清楚 好 最好 最好呢 能夠看齊施工的成品啊 配合度要高等等 好 有的呢 還要規定什麼 不能喝阿鼻啊 對不對 不能進來就 一瓶 一瓶 對不對 好 結果下班 有三瓶在那裡 對不對 你喝的茫茫的 你怎麼會做得好 對不對 好 有的豪宅啊 就是要求這樣子 你不能在我的大樓抽煙 我們會有這個煙霧警報器 你們工班不能在這邊抽煙 好 等等之類的 會管得比較多一點 好 這個要注意 好 那再來呢 施工的順序啊 這個我們以後會再說 好 這個之後再講 好 那如果以工班配合 請工班現場帳糧啊 等等之類的 好 請工班估價啦 好 這個就是自己在做同胞 或者自己發包的時候 自己發包的時候呢 你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好 有些人可能就是找木工師傅 或者找水天師傅 他幫你做同胞 然後呢 他們師傅會幫你打包加蛋給你 好 這個是 這個是 跟設計師比較不一樣的 好 好 然後呢 簽訂合約 排定施工的順序等等 好 然後呢 施工然後驗收 好 通常呢 都是統一發包 個別發包的話 真的 真的蠻累的 好 真的蠻累人的 好 然後發包的對象 簽約 這個都要搞清楚 施工的日期啊 好 決定付款的方式 決定付款的日期 這個通常在簽訂合約的時候 都會講好 好 我今天是什麼 你今天簽約 我就先付20% 好 或者10% 然後呢 等到第一次進貨的時候 我要給多少 好 或者是泥座做完之後 我要給多少 木工做完之後 我要給多少 好 水電做完之後 我要給多少 好等等之類的 就是依照你的施工的進度 我才付款 不要一口氣給人家一半 對不對 人家拿到那一半 算了 我已經有一半了 另外一半我也不要了 反正我也沒做 我就跑掉了 對不對 好或者是跟你亂做 你不要不要算了 反正我錢一半已經到手了 好 所以說錢要抓的 如果是業主來講的話呢 錢要抓的比較緊一點 好 不要一開始就給太多錢 好 這個話會有問題 好 按照日期給 按照工程進度給 或者是什麼 點工點料 好 就是呢 今天來多少師傅 做一天做兩天 我就發工資 你自己發工資給師傅 好等等之類的 這個要搞清楚 好 好 再來 付款的方式 現金啊 電費啊 開支票啊 等等 有的時候呢 通常都是開一個月到兩個月的票期 對不對 如果是開票的話 通常都開一個月到兩個月 好 這個是有付款 決定付款的方式 因為你開票 或者是說 你非要我開發票給你 那我可能就要加發票的趴數 好 這個也都要討論清楚 好 好 然後呢 你要看懂報價單 好 要比價 有的時候啊 在比價的時候 這有時候師傅 或者設計師有些無奈的地方 他比價比輸了 因為大家最後還是看價錢 對不對 他比價比輸了 可是你要跟業主講清楚 我今天是用什麼樣子的材質 我今天是用進口的 或者是呢 我今天是用無假權的板材 對不對 我今天是用進口的瓷磚 不是大陸進口的瓷磚 是國產的 或者是哪個大牌子的 所以說我的單價會比較高一點 然後呢 你某些地方的施工方法比較特殊 這樣子比較牢靠 所以我的單價會比較高一點 好 通常呢 送報價單的時候 我都會 我們都會 自己跑去 而不是說 你傳真來我們公司就好 傳真過去的話 有點太 不能說草率 就是怕你沒有講清楚 別人只有看價錢 然後兩張 結果兩三家一筆 哇你比人家貴那麼多萬 對不對 當然就優先把你淘汰掉 可是你就死得很冤枉 因為你確實是東西是不一樣的 對不對 你要跟業主能夠盡量當面解釋 當面講 有的業主 合理的 他會接受 這個要搞清楚 這個我們自己在 當業主 或者是自己在當 報價的人的時候呢 自己要搞清楚 好 有的時候看便宜 雖然是便宜的 可是呢 可能工不好 可能料不好 以後到頭來 你要全部拆掉 再重新做一遍 你也很麻煩 好 所以呢這個一定要搞清楚 好 找到信任的師父 可能會省掉很多的事情 好 好 再來呢 常見追加預算 哇 這個也是大家很 也不願意遇到的事情 今天我跟你簽約說 130萬 可是呢 在施工的過程中 可能遇到一些狀況 我要跟你追加預算 好 這個要搞清楚喔 有一些追加預算啊 你就是說 有的設計師 會做到賠錢 那就是因為菜鳥設計師 不懂 好 預算都抓太低 為了要跟人家消價 預算抓太低 做到最後自己賠錢 因為 師父才不管你 師父我出來就是多少錢 你就給我多少錢 可是你跟業主 沒有收到那麼多錢 對不對 那你就賠錢 那你 那你就是賠錢 好 那有時候呢 追加是沒有辦法的 好是沒有辦法 像這種 你預先就能夠知道的 那個沒話說 你跟人家簽多少 你就是給人家做多少 好 除非真的物價波動太大了 你約是今年簽的 你明年才施工 對不對 你今年年初簽的 你明年年底才施工 哇 這一拖拖了快兩年 那那個報價單當然不準 好 因為物價波動很大 好 那有些時候呢 是什麼 像這種什麼施工方法 材料等級 這個事前就講清楚 這個不會有爭議 好 這些東西都不會有爭議 比較什麼淨料難易度 好 這個也不會有爭議 因為你事前就知道了 好 那 比較討厭的是什麼 就是 增加預算的時候 就是所謂賺黃預備金 你拆掉的時候突然發現有漏水 你當初看的時候我沒有看出來 真的卡掉啊 才發現那邊有漏水 或是那邊的柱子 海沙屋 都鏽石了 或是木頭的房子 你那個樑都鑄掉了 柱子都鑄掉了 你要不要換 一定要換嘛 對不對 事後才發現了 那個業主也沒話講 你這你不換了 那你不換 那業主嚇了半死 對不對 這漏水怎麼可以 或者是都已經 這個糧都已經 水泥都剝落了 那就很危險 對不對 這個是 你自己有的裝潢預備金啊 裝潢預備金 好 這是會遇到的狀況 好 什麼什麼 發現高低差過大 需要地面整坪啊 等等之類的 或者是發現漏水 漏水之後地板卡掉 卡掉之後是水泥要重鋪 對不對 可能要再多花一條錢 好 這些都是額外衍生的費用 這個是舊房子比較常見的 你是新陳屋 或者是預售屋 剛交屋的時候 那個通常都不會遇到這樣的情形 因為那是建設公司的事情 你的房子還在保固期裡面 那是建設公司的事情 跟你裝修 跟你設計公司 跟你裝潢公司 是沒有關係的 好 這個就無所謂 好 這就比較不會遇到啦 舊屋比較會遇到這樣的情形 好 或者是呢 施工期間呢 造成鄰居的建物毀存所造成的費用 好 通常你是大樓 有管理的大樓 你在裝潢的時候都會跟管理委員會報備嘛 你可能都會壓個十萬塊在管理委員會那邊 在管委會那邊 好 預防你把公共的東西弄壞 把電梯弄壞 把花弄壞 把地磚弄壞 把大廳的地板弄壞 對不對 好他會壓一筆錢 會請你壓一筆裝潢預備金在他那邊 等到裝潢完畢以後 管委會來看 沒有問題 你沒有破壞到我們的公務 好 這筆錢還給你嘛 對不對 好這個是 這個你要準備的額外的預算 好這個要搞清楚 好 好 好裝潢的費用啊 有所謂的保護工程啊 就是做那些甲板的保護 保護你的電梯 保護你的拉筆啊 等等之類的 這個以後再講 好垃圾車清潔的費用 對不對 好然後呢 開關蓋板的費用 好 腳踏 踢腳板的費用 這個其實還好 這個應該都會 預先就能夠估價估進去了 好 然後還有什麼 清潔的費用等等 可能會 會繞高耶 清潔的費用 好 保護工程 防水 五金隔肩 這是什麼 哪些費用省不得 保護工程啊 防水啊 好 這些東西都是 在規劃的時候 應該就要規劃好的 好的設計師 好的同胞 在施工以前 其實這些東西都已經發現了 都已經抓到了 好 OK 預算不足怎麼辦 如果設計師報給你的價錢 或者是工班報給你的價錢 你發現你沒有那麼多錢怎麼辦 分階段裝修 對不對 先做廚房好了 先做浴室好了 其他東西先不要 這個比較麻煩 因為呢 你分階段裝修 將來什麼 將來 你已經住進去了 你還要再裝修的話 就 就 你可能 搬出去 要花房租 對不對 不搬 家裡面那麼亂 你又沒有 你又沒有辦法住 那就比較麻煩 分階段裝修 這也是 沒有錢的方法之一啦 或者是用舊有的家具 或者是原來的裝潢 原來的 比如說你在舊房子的一些系統櫃 可以拆的 你就把它拆掉到你的新家 頂多重新貼個木皮嘛 我們的表皮重新貼嘛 對不對 感覺就像新的一樣 這也是省錢的地方 降低使用材料等級 本來都是要無甲權的 要F0的 好啦 那我現在用F3的好了 對不對 用稍微有點甲權的 因為沒錢嘛 對不對 等等之類的 用石木地板的 太貴了 那我就鋪海島型木地板 或者是呢 我就鋪塑膠地板 對不對 那也可以 好 那改變設計內容 降低預算 改變施工方法 降低人工成本 畫複雜為簡單 像這種天花板 像我們這種天崩 它有分兩種 一種是木工的 就是木工來釘腳材的 另外一種是做青鋼架廠商的 對不對 那青鋼架廠商就比較便宜 它施工又快 木工可能要做一天 可能要做兩天 青鋼架的師傅 可能半天就做完了 對不對 沒有錢 那我們就做青鋼架 對不對 青鋼架也可以做得很漂亮 不見得像現在那麼醜 你也可以做得跟木工一樣 完全看不出有青鋼 就是做按架啦 就不做名架 一樣可以做按架 對不對 你可以去改變一些施工的方式 這個是你業主或者是設計師 你都必須要知道的 今天業主沒有那麼多預算 那在有限的預算情況之下 能不能幫業主省點錢 然後達到他的要求 對不對 這個也是可以考慮到的 然後呢 間接照明改成直接照明 以前呢 非要做一個天花板把燈藏起來 沒錢就是直接照明就好了 對不對 也有可能啦 好 用比較單低價的 低單價的建材啊 塑膠地板啊 美耐板啊 等等之類的 用國產品啊 OK 或者是呢 門框不換只換門片啊 或者是門片 或者是我的大門 我沒有錢換 我重新油漆嘛 拆掉 請廠商拆走 然後呢 重新幫我油漆粉刷 再幫我裝回來 對不對 也是可以啊 OK 這是預算的時候呢 我們會遇到的一些狀況 好 這個 也是要注意的 OK